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连日来报复交火 从上周六以色列空袭贝鲁特造成29死 隔天真主党发射了大约250枚飞弹还击 造成了7个人受伤 当晚以色列再度持续空袭贝鲁特 一死18伤 欧盟外长访问贝鲁特直言 必须要向以色列政府施压 还有对真主党的压力持续 好接受美国的停火体验 以色列二十四号星期日晚间持续空袭 黎巴嫩贝鲁特 这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报复 反报复行动中最新的一起 此前真主党才向以色列发射约250枚飞弹 也是真主党数个月来攻击最猛烈的一次 以色列军方表示特拉维夫附近的房屋 有的被毁有的起火燃烧 前一天星期六 以色列在一次强力空袭贝鲁特中 造成重大死伤 将卸任的欧盟外长波瑞尔表示 美国提出的停火计划正等待以色列点头 这次外交着重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第1701号决议重新停火 结束掉2006年真主党以色列战争 真主党将其战事撤回距离以色列边境约30公里处 黎巴嫩军队部署在缓冲区内 美国特使哈克斯丁19号访问黎巴嫩 与当地官员商讨一项大致 以获得黎巴嫩方面支持的停火计划 哈克斯丁随后前往以色列跟总理纳坦雅胡 国防部长卡茨会面 当时一位匿名黎巴嫩外交官表示 该谈判有所进展 公事新闻黄远玲编译